訴審週遇扣案 訴審週遇扣案 嚴懲造謠媒體 訴審週遇扣案 訴審週遇扣案 嚴懲造謠媒體 嚴懲造謠媒體 如果今天是媒體或政論節目 他刻意的抹黑造謠的話 他其實就等同於什麼 就等同於現行犯嘛 他就在一開始就 一開始立即的去凌遲跟霸凌 這樣子一個人 我們看到週二選區的選舉 明明是去年12月的事情 就到今年9月NCC在裁罰 NCC請問你們是雷龍嗎 反應怎麼那麼慢啊 一群示威訴差的委員 在裡面不做決議 每天都不開會 亂領公堂 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們其實面對這種媒體的霸凌 媒體的抹黑 其實他就要立即的去制止他們 因此我們要求NCC針對案子 速審速決的一個機制 而不是每一天等到選舉過後的 傷害已經造成了 然後最後才發現出 他怎麼重拔40萬 我跟各位講 當時一個節目 他光是一個廣告裡面 一檔的廣告 就超過40萬的收益了 所以所謂的重拔更是可恥又可笑 所以不要再縱容這些媒體 隨意的去抹黑造謠 對政治人物就算了 而且今天還是對一個一般的小老百姓 請問我們小老百姓 怎麼可以去接受這樣媒體的一個 凌遲跟霸凌 所以我們要呼籲 NCC面對今天張淑娟的案子 他應該趕快去處理 我原本應該立即的去制止 這樣子的行為再次發生 而不是等到每次試過今天之後 拆給他一個所謂的重拔 但對於當事人已經造成不可抹滅的傷害了 身為一位前媒體人前主播 其實對於大家一直都在講 周日後是資深媒體人 我覺得對於資深媒體人這幾個字 我覺得他根本不配 因為他根本不配叫一位媒體人 周遇靠他的行徑囂張至極 而且在節目上面是不斷的抹黑造謠 針對家族進行誹謗 但是NCC他卻置之不理 完全坐視不管 對照中天 對中天窮追猛打 NCC根本就是子母變後母 是非常可惡的行徑 NCC淪為做民進黨的東廠 對於這個原本應該獨立的單位 現在毫無獨立性可言 所以我們應該要出來發聲 我們出來抗議 請NCC盡快排審周遇寇的案子 而今天原本週三 就是NCC應該針對有被檢舉 甚至是違法應該被懲處的案子 來作為排審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NCC 根本是不把人民的心聲當心聲 不把自己當是獨立單位在看 是把他們自己當作是民進黨的東廠在做 所以這樣子的行徑 我們應該要站出來抗議 直到NCC排審周遇寇案子為止 我們週三我們只要有時間 我們都會來靜坐 今天這場靜坐的活動 其實說是抗議NCC 以及希望駐審周遇寇案 不如說它是一場守護民主的運動 因為大家都知道過去的中二補選 這些造謠的媒體是如何極其惡劣的去打擊 嚴寬恆以及後來我們都知道 輸贏的差距就是5%左右而已 我們現在2022大選也有很多的限制 處於拉鋸的狀態 例如說桃園 例如說新竹 例如說雲林 這些縣市的差距非常的緊張 我們難道要放任造謠的媒體 然後NCC完全消極執法 就讓這5%的差距讓中二補選的這個漢市再次重現嗎 民進黨利用NCC等於是沒收比賽 這些地方的選民大家可以接受嗎 因此我們今天的訴求也很簡單 周遇寇去抹黑說有滾傳當的事情 去抹黑張淑娟女士 這件事情是XXX的殺人 罪證確鑿已經有所有的錄像 而且周遇寇本人也親自到法院 跟張淑娟女士道歉 罪證確鑿的環境之下 請NCC不要再用程序的問題來拖延 找藉口 應該要在選前還張淑娟女士一個公道 還選民一個乾淨的選舉 如果說今天NCC不處理 我們不排除會加大抗爭的力道 我們會再回來 那今天我們會做到就是他們出免 就是兩個訴求 第一個是今天的排程 如果可以的話 把張淑娟案 然後周遇寇抹黑的事情 給排進去 然後重罰我們造謠的媒體 那如果他們因為這個程序的理由 剛才也講了 需要可能民視新聞台 或周遇寇本人來聽證 那我們也可以接受 他在具體承諾選前之前 一定要把這個案子 有一個完整的結果 跟大家交代 因為如果沒有交代清楚 那等於是沒收比賽 傷害我國家的民主 其實周日寇的節目案子 不管是被檢舉的 又或者是有爭議有問題的 是已經累積高達一百三十二件 所以NCC他隨便拿一件來審查 都是很合理的 但是NCC我們看到他至今 只拿了一件來做懲處 根本就只是象徵性的政治動作而已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快點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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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